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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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今天我們在發球發球 在前半場方面上 這個發球有些偏高 被阿曼特直接 推死的 十三比十二 這個時候印尼隊 又超超 十四比十二 至少阿思維 把精神撞到一條 提醒器 感覺到 思維有些少打 真是,不知道可以這樣承認 不夠興奮 十四比十二 又被對手撲死了 又抽回追身 十五比十二 有點麻煩 對手好像有 又到了一波 左分高潮的感覺 又輸了 又輸了 這一局 已經開始有點麻煩了 十六比十二 現在阿曼特和納斯 領先四分的第四 第二局 又出了一首 還要看前球 真是今天兩位同學 撞得真的很頑皮 只能過二 或者真是怪 昨天和香港隊的兩位選手 打得太少 真是未夠身 可以說昨天都 十八比十二 我們見到 鄭思雲和黃雅庭似乎 出了嚴重的大問題 完全不知如何 完全不知如何 我剛才說了 真的很害怕在十一分之後 前半場 主要是發折法方面 差得太遠了 雙方 這個差距太大了 還會有機會 對手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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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中隊這邊 有時候 出球 又真的有機會 今天 整體都偏遠 這場球應該基本上沒有了 可以這麼說 20比13 很輕鬆地拿隊 這場退 機會 印尼隊 阿哈密德和納斯爾 是不是又吹附大家意外呢 原來吹敗的是我們的斯亞組合 沒錯 又吹附底線 恭喜老將納斯爾和納斯爾 進入拼合決賽 2018 亞洲要目球錦標賽 藍單一半決賽由我們中國的神龍 對手是印度的奧拉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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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就是印度的奧拉洛 對手很厲害 對手都吃虧了 是否相同大家意料之外呢? 2比0了,這時普拉諾伊連拿兩分 不是希望今天直播的廣… 跟我們廣播的中國隊球員都可以爭口氣啦 不要再輸了 每次直播都輸,真是多不好 藍箱也輸了 這時普拉諾伊已經3比0領事 甚至似乎是第一局的開局都不太順利 感覺真的差一點 往前一個機會,結果也沒辦法 4比0,這時普拉諾領先 最先 不是有位球友可以經理過的節奏 好